大家好歡迎收看就是說 我們今天要來講文字模板 我們在使用文字模板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可能是在手機板上面製作呢 或是我們在電腦板上面製作呢 有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使用這個文字模板的時候 它已經幫我建好這個文字的字體 所以有時候呢以我們來講 我們用繁體中文 有時候它就會產生一個缺字的一個狀態 那產生缺字的時候你的字型字體 就沒有那麼的漂亮 那有沒有辦法我們來自己做一個 屬於我自己想要的這個文字模板的部分 然後我再把文字另外再加上來 可不可以做 前幾天我剛好看到別人的這一小段影片 艾佩克斯山東工廠能有今天的規模 是在很多台灣前輩的關注領導和支持之下 看到這個片段我突然發現 那我是不是試著可以來做一下 於是我就做出這樣的一個影片 好那這個東西怎麼製作呢 好我們來看它原始的檔案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它原始檔案的部分 它主要就是在兩個色塊的上面 然後加入文字 在這兩個色塊的上面 它直接加入文字 好那我們怎麼來製造這個色塊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素材庫的方式 我們直接來加入這個兩個不同的一個色塊 那這種方式呢 那這種方式呢 它會比原本的文字直接加上底圖 就是像這樣的文字直接加上底圖的部分 會來的稍微有設計感一點 那我們怎麼製作呢 來首先打開簡印 導入我們需要製作的這個影片素材的部分 好然後剛才有說到我們會使用兩個色塊 那我們色塊怎麼來呢 我們先點選素材庫 那我們這邊選擇添加白色的素材 然後點選這塊白色素材庫 我們再到右邊這邊 我們直接來點選蒙版 然後選擇矩形的蒙版 調整合適的大小以及位置 好那現在蒙版出來之後呢 我們抓出我們要的這個長寬筆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透明度的問題 所以我們回到基礎 我們來調整透明度 那透明度應該要調多少 我覺得看你個人的喜好 從30到70之間都可以 好那一樣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來添加 第二塊的色塊 在這個第一塊色塊的外圍 好那第二塊的色塊的素材 我們怎麼去抓 其實很多方式都可以去抓 我可以直接用截圖的方式 定格我選某一塊的這個色塊來使用 我也可以從貼圖裡面去用 或是說我自己本身照片的素材庫 也可以去用 那我這邊所使用的呢 我直接從素材庫裡面 它有這個 故障的這個畫面 好那我直接取這個故障的畫面的 呃 藍色的部分 我要取這一塊 那因為 這裡剛好有我要的顏色 我就直接取這一塊 那我弄下來之後呢 我直接做截圖的動作 截圖完之後呢 把原有的這個影片 我就把它做刪除的動作 那剩下的這一張 它就是圖片了 那我可以依照我所要使用的那個顏色 我特別去放大那個區塊 好也可以 或是說像我這樣子 我現在直接使用蒙版 舉行蒙版的部分 我把我要的地方 我直接框起來 我把我要的那個顏色 大小我直接把它框起來 這樣我就製作出我的色塊 好那我就直接把它移到我要的一個位置 那在這個地方 你可能需要做一個微調 那但是在電腦上面做微調 還算OK啦 因為我們可以用滑鼠去點 或是說我們從右邊去改那個參數 加1加2加3 這樣改參數的方式去跑都可以 好那我這兩個色塊製作完了之後呢 後面我就是直接再加上文字 好文字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選擇這個字型是思源 思源出送 然後我們再來調整一點點的 描邊跟文字的陰影 好我文字打完之後呢 它整個這個色塊還是有一點較長 好那我們再來做一個微調 一樣回到蒙版 或是我們回到我們原本的這個頁面 我們來做一個微調的部分 這樣一個簡單而又有設計感的文字模板 就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最簡單的一個做法 我可不可以再做出其他的效果 一樣也可以喔 只要用這個概念 然後我用圖形的一個組合 我就可以做出其他的變化跟內容 甚至於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事先做下來儲存 變成是你的一個素材 那你後面要做的時候 我就直接再把這個素材拉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文字模板的製作 你只要有這個基礎的概念 你就會知道說 原來我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把 做出一些更多的一些小元素 然後我最後再用畫面的主接 來幫他呈現出比較不錯的一個效果 那像這種東西 我們在製作上 為什麼我不會說 這個東西我們用手機板的剪印去做製作 原因是因為我們手機板 你要在上面對的時候 就會比較辛苦 可是呢 我們可以用手機板 先把素材先做起來 我們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我先把那個素材做起來 後面我需要的時候 我再把它拉出來 我就可以直接墊在下面 作為一個這個文字模板 一個墊在底部的一個文字模板的部分 我就隨時可以去使用它了 所以 手機板的部分呢 我會建議 你是把它先做好素材 之後我再 輸出 我再喬 喬在這個畫面裡面去做使用 那如果是電腦版剪印的話 我當然我就可以直接做一個 製作的一個動作 OK 那以上就是文字模板的一個使用 那藉由這樣的一個方式 可以讓你在整個畫面上面呢 就會產生更多的一個變化 喜歡嗎 點個讚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